想当年在日本战国时期 日本有战国 说是日本战国 实际上就是十几个乡在这打 这六有个国家 跳舞都生不开手 还叫战国 全国的男兵基本上都上战场了 打仗去了 成年男性基本打死完了 当时这个天皇就急了 天皇生气了 不让大不让大不让大 大大大 我人也吗 这还比脸 这次比脸 怎么了 这天皇会的太多了 怎么了 不是 等会儿 日本天皇 战国时期的 这一嘴的斗门正话是哪来的 您不了解历史吗 我不了解什么历史 想当年秦始皇派了一个人叫徐福 方氏徐福 有这个人吗 带五百同胺同女东渡 你还知道这事吗 徐福现在卖堂的 过去是方氏 你又想起徐福记来了 是吧 就这个意思吗 带五百同胺同女 东渡日本和当地土著人结合才有了日本国 是吗 清华战争的时候 日本就一句口号就打回咸阳老家去 没听说 你得闹得清楚 咱中国人日本人是祖宗 你得闹清楚 人家说点陕西话怎么着 大大大不让大 抹人的吧 奶就撕碗里 在摩托沙店里捏锅里 咋办吧 当时丞相就急了 丞相劝劝 华尚 别我找钱 这跟你说呀 这丞相就抱着闲子吗 这有点偏见 这抱闲子有偏见的 废话 哪来一闪贝人的日本 你五百同胆同女 你不能光从关中弄 闪南山给你也照顾点名画的 华尚 不要着急 可给你出个后半 哎 那是这 受责 那是这 再打破红油制度 打破婚姻制度 只要他够全都结代 就行了 把他这个民族延续下来 怎么办呢 取消婚姻制度 全国男性打仗 女性在家的 不要在家呆了 干嘛去 上街溜达去 这叫什么事 都上街溜达 带好被握 枕头 戴好 走 上街走 这东西 民族的延续 这东西后来 是不是叫和服 对 和欢服嘛 别想说 就这意思啊 但是后来 这就有很多事了 什么事啊 就是人家民族得以延续 延续下来了 但是出现个小问题 什么问题 各位小问题 这孩子生起来姓什么 这是个大 互不认识 母系世俗公社一样 你拿微信摇一摇 还知道 这意思啊 没办法啊 在哪发生的事 这就秀成 这什么意思 你还松下 松下 杜鞭 河边 山口 山底下 我最纳闷的是井上 你都不说什么话 这井上啊 咱就堪比潘金莲 倒话一下 你什么话 这都行 就这意思吧 咱探讨文化问题 不要聊技术 好吗 这个 让你探讨的明白 别别说说 而且 发生了一次的孩子 叫什么呢 叫太郎 两次叫次郎 你看三本五十六 说实话 我明白 我讨论